德国作为欧洲名副其实的大国 旅游业其实也是相当发达的 但不知道咋的 每当身边有朋友说起去欧洲旅行 都一股老瑞士 奥地利 巴黎啥的 德国的存在感好像不是特别高 这不我刚结束了一个月的希腊之旅吗 心想既然来都来了 干脆德国再待一个月得吧 老规矩 第一期纯攻略 要去的赶快忙 签证方面上回希腊都说了 生根签基本可以在欧洲畅行无阻 所以德国也不例外 我去法兰克福吧 机票方面呢 欧洲飞欧洲廉价航空多的是 就算从成都到法兰克福 飞个往返一般也不超过5000 飞14个小时我觉得还是可以啊 我现在找到了 欧洲的这个店 还有沃达峰的店 落地法兰克福机场后 SIM卡你可以随便先搞一个 沃达峰或者O2都行 为啥随便搞呢 来给你们看 下人吧 但O2的那个网络的卡是 3GB4手 5GB5手 10GB6手 机场价格 从机场到法兰市中心 大家注意这个牌子啊 这个上面那个 One Hose 然后后面写那个S 一个T 你不用管这个S和T是啥意思 你就照着S去 然后在人工村口 花10个9欧 买去中央火车站 HBF的票就行 千万不要去售票机买票啊 因为那绝对会让你崩溃 后面我会好好吐槽一下 德国的交通的多复杂 他告诉我说说 那个Trak 1 要去那个Franquist City 乘坐S8或者S9 到达法兰克福中央火车站后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四个字 哈利波特 这个火车站给我一种 那个什么英国九六四分之餐 那个什么 哈利波特里面 那个火车站一样 怎么样你们觉得像吗 我的轻侣呢 就在火车站附近 每次我要住的轻侣 因为德国真的物价太吓人了 住不起 OK 先说到这儿啊 下期开始 我会给大家好好讲讲 真实的德国到底啥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